那今天呢 就是邀請兩位跟我一起來 一當年 首先 我們的膝關節 嗨 你好 嗨 我們是差不多吧 我們同一個世代 當魔鬼終結者第一集 第二集在演的時候 對不對 我們差不多 我們都在地上打 在搶寶的時候 對 我們是胎教做得好 還有另外一位就是專家啦 伯伯 你好 嗨 各位好 對 其實我相信 在年輕一輩的觀眾 真的無法理解 為什麼 我們這一輩的人 聽到魔鬼終結者的時候 會這麼激動 科技特效嘛 它影響了很多 後面的科幻片那些的嘛 其實第一集的時候 用科技的部分很少耶 用特效的部分很少 第一集真的是實拍居度 而且它其實第二集 跟第一集 差滿多年的嘛 它的八年七年 就是因為在等那個特技 特效好一點的時候 對 因為那個之前其實 柯曼王那時候 就想要做這個東西 就是一個 液態的模擬到人的臉 這個實驗出來 所以其實那是一個很 時代意義的演算法 誕生出來 其實基本上是 因為中介者2的關係 它是動態捕捉 對 算是第一部這麼做的 它讓T1000整個特效 我們團隊 替這個影史上面 真的貢獻良多耶 沒有 是柯曼翁 逼那個ILM團隊 大家都快被他逼死了 可是很棒啊 因為我們現在有這麼多 很棒的科幻片可以看 可能很多動畫師都燒乾 然後那個時候 女主角的樣子 也已經不一樣了 兒子又那麼帥 嗯 真的太帥了 大家還有記得他是誰嗎 艾德華芙蓉啊 真的是帥到爆炸 但是當年所有青少年的偶像 那個家裡面海報都有他 然後會買那個 那個透明小卡 放在皮夾裡面 或放在書包 你有做這種事 我沒有啦 你少來 就是你 我沒有 我只有那個 還有我唇印在上面 沒有 你只是酒井伐子啦 酒井伐子啦 酒井伐子啦 提到的兩個人 這個不管是酒井伐子 或是艾德華芙蓉 在現實人生裡都有 差不多再次的發展 因為好像 艾德華芙蓉後來就歪掉嘛 對 好 不過因為大家 聽到魔鬼終結者 總是會把第一集跟第二集 一直掛在嘴上 是 那究竟第三集跟第四集 發生什麼事 我們就忘掉他吧 為什麼 為什麼 可能是跟第二集比起來 他們有一個創新啊 嗯 對 因為畢竟第二集的提前 是一個太經典的表現 結果後來沒有想到 阿諾大紅 特紅 剛剛光局有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他的口音 大家一定不知道 可能現在年輕一輩 不太知道說 他到底為什麼台詞那麼少 因為他是奧地利來的 所以其實他的英語 也不是那麼第六 不是那麼正統 其實他們那年 那幾個大明星講話都有問題 他跟那個 習維斯 史特隆 他那幾個講話 都是口齒不清的啊 對對對 對 所以基本上台詞 不要給他們太多 然後他 而且還差一點影響到 最經典的這一句 I'll be back 那個聽說他本來希望 這一句台詞可以講 I will be back 對 可是一開始寫 劇本詩寫給他是寫 I will come back 對 但是後來導演 就很堅持說不行 你要說I'll be back 阿諾現在不管在任何其他 他演的戲 他只要講I'll be back 大家都開心 對 大家都開心 但是其實 《魔鬼終結》的系列 不是只有這一句話 是這麼精緻 當時阿諾好像在 試鏡的時候 對 本來他不是試這個角色 聽說本來其實是要試 就是麥可斌 男主角的角色 對 可是大家知道 外型上其實麥可斌 真的俊美非常多 而且人家台詞 劉烈兵也劉烈很多 所以相較之下 阿諾還比較適合 去演那個話很少的 那支反派 結果沒有想到這個反派呢 會是在未來的電影 二三十年來成為一個 非常這麼重要的一個角色 OK 所以其實卡曼龍 對我們來講 現在是大導演了 當年不是 當年 因為當時其實最早 柯茂龍其實是一個開卡車的 真的假的 對 他是一個卡車司機 他就是為了寫劇本 然後因為都沒有人願意投錢 所以他基本上他就是以開卡車 一邊開卡車 然後一邊寫劇本 OK 所以應該是史上最勵志的卡車司機 所以到底第二集讓大家這麼掛在嘴上的 這樣子的一個魔鬼終結者第二集裡面 有什麼樣經典的畫面 Check it out 阿諾當初演這個片 片首其實拿滿高的 一千五百萬美金 雖然現在看可能不什麼 可是一千五百萬美金裡面呢 他的台詞也才七百多個字而已 所以大家可以 平均起來他可能一個字 就可能兩千多吧 就很多錢的感覺 對 當然這樣算是有點誇張了啦 其實重點是大家是要看 阿諾在裡面的身手啦 對 他不但是票房非常好 也得了幾個市校上的大獎 所以對於這個片喔 他卻是一個 劃時代的特效的進步啦 他入圍六項奧斯卡 就得了四項 以這樣子的作品 也是滿難得的 大成功啊 是 對不對 所以兩位專業的影評 有沒有覺得 其實阿諾跟卡班農 真的是算是最棒的組合了 是啊 因為我都覺得 包括一部非常好看的 《魔鬼大帝》 也是他跟 柯班農合作的一個作品 對 那就更別提 我們剛才說的 《綜藝者》這個作品 其實柯班農真的捧紅很多人啊 包括那個《異形之母》 對 對對對 雪哥 倪為福 對啊 對 好 所以這個 這麼經典的組合 再次的合作 那真的就是一二集的話 重溫一下 我相信可以增加各位 再看創世契機 更多的觀影樂趣 謝謝兩位的介紹 好 祝大家看電影愉快喔 要講Asta Vista Asta Vista Baby 我還是講I'll be back 比較好